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关于我们Socker编程当中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局部变量呢 我们放在这个存储过程里面再定个讲解 再讲我们主要就是要讲解关于绘画变量和全局变量 那么这个绘画变量什么是绘画变量 绘画变量的话 它表示我们一个客户端和我们的一个福气相关联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所设置的这些变量 那么就属于这一个客户端所拥有的这个变量 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绘画变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一个示例 这里面的话我先设置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绘画变量 到底有哪些绘画变量 我们要看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个命令是销C型 这里面这个销C型就是我们表示的是一个绘画变量 那么后面加上一个variables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variables的话 它就是属于这一个绘画级别的变量 这里面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当这里面的话它会显示出这个绘画级别的这个变量 有327行 比如说有327个这样的一个绘画级的一个变量 这个绘画级的变量是mysocker已经内置好的 每一个绘画级别这个变量呢 那么都有它的一个意义 比如我们这一个mysocker它一个版本是5.5.19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visher visher就属于它的一个绘画变量 这里面所查询出来的都是属于它的一个绘画变量 当然我们后面会涉及到这里面的一些绘画变量的形成用 比如我们这里面有一个slow query log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志记录 这里面你看到现在它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值 就是一个off就是它关闭了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志 它这里面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绘画变量 我们要看一个绘画变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一个show 然后是session variables 然后这里面由于有327行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条一条的去查询的话是非常慢的 那如果我们想查询一个以water开始的 这样的一个模糊查询 我们运行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有一个water commit 这个water commit就是你的一个事物的一个提交 这里面这个默认的这个指示water commit等于on 这里面就是一个绘画级别的 当你的客户端 如果说是a这个客户端要去操作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将它的一个water commit设置为off 设置为off的话 也就是说它不自动提交 那么通过我们事物控制去提交它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更改呢 只针对a这样的一个用户有效 这是我们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变量 当你可以去更改一下这个绘画变量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 需要去更改一下它 更改这个绘画变量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 刚才是看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set 那么这个set的话 实际上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set water commit 等于off 这里面我们操作之后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现在这个water commit等于off了 这是表述我们这个客户端 这就是这个C型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测试 我们再来开启一个客户端 我们再来开启一个客户端 我们用 这里面我们来看 show session like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eward开始了 这里面 这个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更改了 这个water commit为off 但是我们这个连接上来之后 这个water commit仍然是为2 这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里面 我们在这个世卫导图里面 我们来换一下 相当于是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里面有一个A客户端 这里面有一个A客户端 这里面有一个B客户端 都是同一个数据库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操作的都是我们mysocker数据库 mysocker数据库 那么这个绘画变量的话 它相当于是 这里面它就相当于是给你连了一条线 这里面它就给你连了一条线 好这是一个 那么你所更改的 只针对的是这个A客户端 那么它会给你的一个 比如我们这里面的一个water commit 那么它只是针对这个A客户端 如果你的B客户端 那么你要操作这个数据库 它也会给你一个C型的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C型变量的话 当你在操作它的时候 这两条线它是步步干扰的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做了一个C型 这里面C型 这是一个C型A 假定我们这里面是一个C型A 这下面是一个C型B 这两个C型的话 它是步步干扰的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绘画变量了 它是步步干扰的 你A设置的 那么只针对你A有效 你B设置的 只针对B有效 那么你下一次 下次在访问的时候 那么是mysocker 它会给你一个C型的一些默认的值 比如我们这里面 我们重新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客户端 那么你再次访问的时候 这个water commit 它仍然为A 而不是我们之前所设置的这个off 当然我们除了这种设置方式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刚才我们直接就是set我们的一个变量名 直接采用这种方式 直接就是采用我们set water commit等于off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指定这个变量名 那么这个指定变量名 我们可以在这个c型前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去测试一下 在这里面 set 然后通常可以c型 然后点 这里面这个点就是 我们这里面等于off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我们修改之后的 它现在都已经给它变成一个off了 所以我们修改我们的一个c型 规划级别的这个变量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 就直接就是我们采用给它的一个变量 直接给它一个复制 就是通过set 直接给它复制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采用的 就是一个set 两个at4c型-watercommit 等于off 两种都可以 这种方式也可以 这是我们的一个绘画级别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全局变量 所谓的全局变量的话 它就不管你是c型a还是c型b 只要你对 针对这个全局变量做了修改 那么a访问和b访问 都是访问相同的这样的变量值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销 然后全局变量的话 要加上一个global 这里面要把这个global给加上 如果你不加这个global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要出问题的 global 我们把这个小global 然后它也是和我们 只是你把这里面这个c型变成一个global就可以了 然后variables like 好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个全局变量 这里面它有很多全局变量 基本上的话这里面也有三百一十六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一个c型的一个变量是有多少 三百二十七 这里面这个全局变量有三百一十六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设置 比如我们这里面销 然后global 销global 然后我们去看 然后还是一个variables like 好这里面我们也是看water 百分号 这里面也有一个water committer 这里面这个water committer 这一个来是属于我们全局变量的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全部给关掉 我们把这个全部给关掉 我们现在给这个全局变量负值 那么给它一个全局变量负值的话 就是set 这里面一定要加上一个global 然后是water commit等于off 默认情况下我们的session 我们这个water committer都是off的 都是on的 那么现在我们给它改成一个off 给它关掉之后 好然后我们再看 它现在是off了 好我们现在给它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 这里面就表示另外一个客户端 又连接上来了 另外一个客户端连接上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刚才所设置的这个全局变量 然后销 global Valute 我们刚才默认情况下它是个on 我们通过我们刚才的变量的一个负值 也就是给它这个全局变量负值 给它负值为一个off之后 现在它这个water committer等于off 那么这一个来是一个全局变量 所以这个 绘画变量和全局变量它的一个区别就是 绘画变量呢它只针对的是当前客户端有效 而我们的全局变量呢是针对整个的一个mysor的一个数据库 不管你是扣单A还是扣单B 只要你的一个全局变量修改了 那么它都会有效果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water committer 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它已经发生一个修改 当然我们这里面除了采用我们刚才set global 这种方式 比如setglobal 我们的一个water committer 这种方式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采用的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set at 两个at 然后把global给加上 然后.water committer等于 我们再给它改回来改成一个off 这是两种方式的一个区别 一种是setglobal water committer 另外一种呢是set 两个at符号 两个at符号 加上global就表示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全局变量的这个名字 刚才我们是shell global variables like water 那有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采用的方式 就是一个select 然后是at 两个at就是global.water commit 这样的话就能够精确的去定位到你是哪一个的一个变量值 这里面这个变量值 0 0就表示是off 0就是force force就是off 然后1就表示是r 这里面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里面 当然我们绘画级别的来 也可以采用select 两个at符号 然后setg.water commit 它是查看的是一个绘画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讲的话 主要就是要了解 setg 也说我们后面会大量用到 我们这个变量前面会加一个setglobal 它的一个含义 这两个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一个代表是绘画 另外一个代表是一个全局 这两个实际上是有区别的